庄严肃穆的清真寺 传来朗诵声 挥别两年疫情一埋 摘戒约拉开序幕 这是阿富汗人 在塔利班掌权下 第一个摘戒约 尽管节庆前夕 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 但业者已经明显感受到 生意难做 当地原本就有超过九成人口 持不饱 物价风涨更让情况雪上加霜 尽头来到全球穆斯林人口 最多的国家印尼 这里是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 里头挤满了信徒 前程迎接摘戒约的到来 摘戒约为生的开摘节 往往能带动月薪台币 2400亿元的庞大商机 但万物皆掌的苦 印尼人也能感同身受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巴基斯坦 当地经济长期低迷 如今俄乌战争加剧通货膨胀 三月通膨率更标破了12% 野藻是开斋最佳食物 它能让穆斯林迅速补充体力 度过斋戒期间 不过就连这一点小确幸 也被剥夺了 好不容易熬过新冠疫情 如今又被通膨幽灵纠缠 全球穆斯林想要好好迎接开摘节 恐怕还得熬过物价风涨这一关 大海新闻 洛泽金编译